就是说你希望上课以拿问为主 你的程度大概落在哪里 然后为什么选这门课 你为什么知道这门课程 然后我大概看到的这个结果 大家的回复 大概有16位同学有停了 那底下的话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 大概行业别好像都跟金融比较有关系的 看起来大多数 现在金融业金管会在推Fintech 2.0 所以如果你对于那些相关的科技的手段方法不熟悉的话 其实在可能你工作上会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我遇到还蛮多跟金融业有关的 其实他们很多人都一直急迫的想要把这个技能给学好 当然还包含可能要Python可能要R之类的相关的技能 不过说真的 程式这种东西要能够短时间学会 恐怕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是真的反花时间的 而且大部分其实我觉得你真的要学会 不是用看的真的要实作 而且真的要把你身边的东西真的解决 试着解决 解决了 当然你就知道怎么做了 你就慢慢会产生那个理论背景 OK 所以这个前提还是去动手做 我觉得会是比较重要的 当然这上课希望哪部分为主 就是因为我们总共有这些单元 那我把它拆解过来 看一下大家最想要学的 那看得出来好像大部分同学 最想要了解比如工作表物件 里面怎么做合并跟分割 比如说我有大量的工作表 一个工作部里面 我想快速的就把它合并成一个 那其实方法很多 最简单的方法不外乎就是怎么样 你就是用Range物件有时候很快 那知道你这个范围多少 然后把这个Range的东西copy到你要copy的位置 那copy到之后再往下 抓到最下面 有没有再继续call 再下一个 再下一个 OK 最后的话也许就还要学会什么 删除 如果比如合并完了 那你就再把那个前面不要的工作表 再把它删除工作表 删除掉就OK了 这个也许我们后面 也许 会 大家比较有兴趣 有花的时间稍微多一点点 这样的比较详细一些些吧 然后再来就分割 分割也这样 如果合了之后我要把它分 分的方法当然很多 你可以按照某一个栏位去分 或者是说你可以按照你想要找的 其实比较 我觉得分割 有点像是把那个Excel拿来当资料库来使用 因为资料库里面也有类似 分割人要查询到的资料 你要怎么去分类 OK 所以这个也许我们就多花一点时间 在后面再做说明 那再来的话就是输入的自动化 怎么样能够快速的输入资料 尽量能够 像比如说自动带出资料会是最好的 有没有 或者说表单里面 像那个常常有同学问说 那个下拉清单 尽量就是你用选的选的自动带下一个 选的自动带下一个 有没有 就是不用在自己还要在自己key 会是最好的 用选的比较不会错 尽量还是不要让使用者自己key 因为自己key就很容易出现一些错误发生 所以尽量还是能够让他自动带出来是最好的 最后再把它防呆 防止他输入错误 最后确认之后的话就把它输入到eSale 也许要不就是把eSale当资料库 要不后面我们延伸就是再针对资料库 就写到资料库 不过看起来好像大家对那个资料库的需求 好像没有那么大的样子 看起来好像打勾的人就要少 不过这个我们在看实际上的情况 也有同学跟我讲说 实际上我工作里面 我只需要eSale 我不需要资料库 当然这也是 但有些人可能会有需要更大量资料 当然我们这部分后面再来看 其他的话还有资料查询 也是筛选跟分割 还有就是再进一步的工作部的部分 大概知道一下 为什么来上这门课 其实真的想要提高工作效率的好像是最多的 其实是刚好工作需求 所以这两个好像都跟工作有点关系 然后怎么知道这门课 大部分都透过网站 还有一些是透过同事朋友介绍 OK 还有就是从网路上知道 其实从网路上 我觉得也还蛮多人 因为透过网路的关系是知道 我有这个课程 也许间接来这边上课 OK 好 那大概知道一下大家的情况 接下来的话 我们 请各位就是再把那个 另外就是到我们的云端 就下面这个网址 那里面的话就是把这个 范例档把它下载下来 那接下来也许我们就开始 大概就是把那个基础班的有一些可能 东西再稍微做个回顾吧 然后再也许再做一个这个延伸 那所以第一个请各位把这个下载之后解压缩 解压缩全部好了 直接按个解压缩 OK 解出来这里面的话呢 那我们也许待会就先看一下第一个单元 那这个第一个单元 我这边要准备几道题目了 不过也许我们还是先回锅一下 上面我有把那个我们上个阶段的那个入门班的翻也放进来 那里面的话有关什么呢 就是最常用到我发现 就是资料的合跟分 那当然刚刚有讲到是工作表 可是实际上在除了工作表之外 像我们之前有讲到 比如说我要怎么截取瓜壶中的那个字串 比如说瓜壶里面的字帮我带过来 那我们前面呢 在入门班的时候有讲 你除了可以用什么 用函数的方法 你也可以用VBA OK 当然最笨的方法就是你什么 土法链钢嘛 复制贴 不过这个都是透过人工来处理的 那资料少还可以 像这边才9个人 好像15可以 可是如果你资料一多 变9万个 90万个 那当然绝对不OK 所以这个也许 如果你对这一题不熟悉的话 也许可以复习 那当然除了这些之外的话 也许 请各位先看一下这个 之前入门班没有讲到的 像103这一题 103这一题的话 基本上 他要把资料做 做分 就是说分出资料的 这个重点 你们把它打开之后的话 你会发现 主要就是说 请各位看一下 这里面的话 当然题目里面有两个方向 第一个就是说 我想知道一下 原始资料这里面 到底有几个是数字 有几个是非数字 OK 这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呢 像这边 比如Excel 这里面有没有数值 没有 非数字有几个 五个 那我该怎么做 OK 这第一个阶段 但是实际上我们工作上 之前就有同学 遇到一个问题 说老师可不可以直接 干脆帮我把数字 直接提取出来 我的需求是要提取 假设没有数字 我就不要提取 比如我要得到 125这几个字过来就好了 怎么过来 然后如果我要提取 中文部分的话 Nokia提取过来 那英文跟数字 我不要 那怎么做 也许请各位稍微把这个题目稍微打开 然后稍微了解一下 我们大概分了两阶段来了解 第一阶段就是说 我希望可以先把里面的 这个是不是数字的部分 数量先计算出来 累加 第二个我不是要累加 我是希望直接把里面的数字 直接抓过来 怎么做 那当然我们在日文班里面 主要的方法 要不就是用函数 要不就是用VBA 所以这一题的话也是一样 你们也可以想想看 如果用函数的话 用公式的话 要怎么做 上面当然已经有答案了 不过也许请各位 先可以把它删掉 自己想想看 但是你会发现 这边上面有个比较特殊的地方 就是说 它外面会有大瓜糊 对就是正列 正列特别重要 你不是自己打大瓜糊 你要用Ctrl、Shift、Enter 要执行正列 才能完成 那你会发现 这边 这个地方还蛮复杂的 因为它基本上要先切割文字 再去切割的文字 用Core去 去看说它里面内码的位置 内码的位置 是不是在47到58之间 OK 如果47到58之间 它表示它是一个数字 然后再去把它加总起来 就知道有几个数字了 OK 不过我建议像以这一题来看 如果你用那个公式 你倒不如用VBA来写 相对的还比较简单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先稍微再把我们入门班 之前的那个入门题 其中有一题 我觉得算是入门题里面 比较进阶的题目 再稍微再做一个说明 OK 所以请各位 一先下载 那个我们云端上面的这个 这个练习档 OK 第二个的话 先开启那个103 判断数字或非数字